各位老师同学,大家好,我是五年甲帆王志虚,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幅人物与鸟。鸟儿不是应该带天空飞翔吗? 米罗这幅画有三只鸟在天空快乐的飞翔,周围还有许多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人物。 米罗简化鸟儿的翅膀和身体,变成两条交叉的十字,并长出大大的三角形尾巴,外围大小颜色不同的米字形,是米罗代表星星的符号。 米罗用鲜艳的色彩,简单的形体,呈现出儿童话般天生快乐的世界。 我相信只要用心体会,也能变得很有趣。 谢谢大家。